歡迎你收聽節目直播室有我杜光婷 有我Winnie Winnie昨天台風泰利離開了香港 留下一孖彩虹 在網上很多人拍了照片 我的Facebook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多彩虹的照片 實在太美麗 但她就趨到台灣 因為她令到台灣很多停學 停工 海陸空的交通都受到影響 而很多人都知道我們的林憶蓮 香港天候林憶蓮 今天會在台灣舉行巡迴演唱會的記招 所以大家都很擔心是不是受到影響 所以因為這件事我們也聯絡過億年 其實億年告訴我們 台風主要是在台南那邊受到影響 北部影響不是那麼大 而今天她開記招的時候 其實也是在下微微語 只不過因為她要做金曲獎的嘉賓 因此億年就要留到周末 因此大家就不用擔心億年 至於泰利這個颱風對台灣其他演藝界影響 明早大家可以聽茶督撐 我們會繼續為大家跟進 我們現在跟進什麼呢 就是跟進我們今天的嘉賓 雨翹 Hello 雨翹 我們今天就有個題目 女人究竟是為了誰而扮漂亮的呢 我經常都很想問這個問題 因為我經常覺得全世界女人其實在騙男人 你自帶狂 誰有空的 自帶狂 化妝就是一種易容術 現在真的很厲害 你看台灣那些 真的很厲害 真的 韓國那些更厲害 韓國就做多了 說真的 韓國就易容 要化到有幾易容是她個人的選擇 但一般化妝都是為了做漂亮一點的樣子 世界都漂亮一點 大家都有好處 其實為了自己先的 我自己覺得 你覺得女人扮漂亮是為了自己的 自己先開心的 出去都會有些自信 繼而會不會為了其他人或男朋友 都會有這因素的 但不會是第一 我自己覺得 雨翹呢 我也是的 因為你問很多女生 難道你去那些舊女同學聚會 或者幾個女朋友跟你慶祝生日 你不化妝嗎 你都會打扮的 譬如那天你生日 無論你跟誰吃飯都會打扮 這些一出發點一定是為了自己的 我跟男生出街的打扮比較厲害 看看跟誰 穿低那件衣服的空位 你會不會比今天低 好像今天這樣 不會 盡頭 真的要上去 www.8b1903.com 看看我們今天的視像直播 也可以打來 187 2881 跟我們聊天 待會我們會接電話 可以看到要求有多低 今天真的很低 很厲害 但我覺得 你為何不正面看她 我今天不敢看她 我收斂一點 你不要這樣 我的視線永遠要在水平線 很小河 我免得被人誤會我 尤其是有鏡頭拍著 我覺得女生化妝有時真的會騙男生 但她以為騙到男生 但其實騙不到 可不可以給一些例子 好 例子 經常跟女生吃飯 她們就化到痕 那條假眼睫毛 總是凸了個角 只剩下半邊 你不是說我現在 不是 你沒事 你現在很靈 你吃飯又坐得多遠 面對面 很近 你看到那條假眼睫毛 你那條眼線畫到什麼來看得到 那你不給她一張鏡 你這麼沒有風度 難道你跟她說 你今天的妝真的化得很差 但我又覺得 首先你會感受她化妝和你吃飯 真的不是開玩笑 如果我跟我的大學同學那幾個男生 去吃飯 我真的不會化妝 我很尊重你 化妝和你吃飯 我還要看別人 一定是看別人 但她們只想騙你 你真憑實據覺得她騙你 我覺得她覺得自己騙到別人 但其實騙不到 而且有很多女生是不化妝 不想出街 或者不肯出街 又或者怎樣都要化妝 才肯跟你出街 就是要你等幾個小時 出街已經是少了 這件事我真的有話要說 因為我身邊真的有很多女生 是不可以以不化妝的樣子視人 連她真的親口告訴我 她是做愛之後 馬上要到廁所補一補眉 但你覺得她漂亮不漂亮 她也做得很漂亮 那不看法 都做得很清楚 眉還沒做 眉又是一樣 又又想脫掉 剛才宇喬說紋味這件事 我才想說 那堂眉擺明是假的 紋上去的 一點都不漂亮 青色那些嗎 我不知道 刺繡 現在那些很漂亮 但很明顯是假的 你是不是很不OK 看得出來是假 如果做得很真就OK 如果做得很真 還有看下去不發覺 其實我可以的 那只能夠說你是她某一個階段的犧牲品 因為一個女生化妝也有不漂亮 那階段化得漂亮 要慢慢學 即是我的經歷 那些女生全部都是初出茅廬 那我猜你是欺騙小女生的 那是假的 開始化妝是遲呢 我都很遲 是 幾歲到 21歲 21歲都很遲 那你中學的時候 讀書的時候 會不會被人投訴 不會啊 化什麼啊 每個人都是這樣 你這麼遲啊 但是你也不會想 早的時候技巧 好 又是你喜歡的技巧很有問題 我也十六歲化 但是我的口是離開十條街都會看到 你喜歡化紅 搖擺口紅 不懂花嘛 就以為是畫紅 我是不知道人要畫眼線 和夾眼睫毛 覺得只是眼是塗眼影 青色牛眼淚 好像很多女生是不知道 鼻毛原來要剪的一樣 那你會剪啊 或者男生不知道 但我第一個看法 其實有時化妝不是為了取悅什麼 我覺得是一個禮貌 因為譬如在外國生活 就算是阿婆阿嬸 她怎樣都會化一化口唇膏 其實她有很多外國的文化 這是一個禮貌 但是你要懂得怎樣化 而且你要知道什麼叫美 真的有很多經驗 是跟那些女生出街 然後突然間發覺 一看到她那一刻 哇 為什麼要紫紮的樣子 這樣走出來 你會被人練習一下 剛才都說 他盡力令到大家看到東西都很美好 不要找我來做練習對象 那你是不是寧願你喜歡的人 或者以外你出街的人是掃眼出來 我覺得掃眼沒問題 反而掃眼是真的 如果掃眼很大的眼圈 然後眉毛很疏 下巴很多暗瘡印 這些是化妝遮到的 我自己經常都是這樣 因為這些是真的化妝會好很多 你會不會說 你這麼大一個開眼圈 你會不會感受 我又不會這樣說 肥頭暗瘡有很多 不會不會這樣說 但可能她會落一點點 不要太行 我會不會發覺 總之要漂亮 要騙到你 還有女生會肯為自己做一些很恐怖的事 對男生來說 例如呢 我問Winnie你就知道 什麼啊 譬如有很多時在雜誌或網上看到一些照片 整容的照片 真是很恐怖 最切底是我出過的 真的沒有人出過的 有看 你那些也不是很恐怖的 我那些已經在香港來說 很開放的 雜誌皮和鼻的很血腥 你反而接受不了這些嗎 我接受 不是啊 我樣子我真的接受不了 那些照片是在牙齒和嘴唇中間開刀 把牙齒扯上頭頂 怎樣再搞定 然後拉下來弄針那些 如果我有做 我又覺得我又看不到 我做牙齒 其實我做了八個小時 那我又看不到 我磨了牙齒 然後這個是牙套 你也知道 很多人都有 我剛剛做完 開始一個分享會 很好笑 Daryl和我合作了這個節目 我猜是兩個月 我上個月又不知道弄完什麼 昨晚回來告訴她 我磨了牙齒 但是你竟然剛剛才弄牙 我覺得牙齒是最可以接受的 你接不接受到嗎 如果弄牙齒 接受到 沒問題 牙齒在這裡弄 給多一點弄牙套 不用弄 我打算分開來慢慢試 那你為誰 都是說到沒有 其實我真的 我弄這麼多東西 到最後 年紀不年就見人見智 我開心 但其實我反而是為了方便工作 以及出鏡 我自己是有另外一個原因 其實我打算三個原因 第一是自己開心 年紀這麼大 我覺得如果80歲的命 我都差不多去到一半 不如下半場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為工作 第三個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很多時候如果信命理上學 這樣對姻緣會好一點 真的嗎 阿牙 待會可以跟你分享 還有 有一個問題 我不問Winnie 我問雨喬 就是如果一個男朋友 你認識了她 你很喜歡她 而她跟你說 不行 你的樣子不行 不如弄一下她 不會理會她 不會理會她 一定不會理會她 你不理會是因為你覺得 神經病 八刀戒我又不是戒你 你叫我去弄 你會不會覺得她不夠愛你 她接受不了你 會呀 當然會 你認識我 我知道我是這樣的 但她想你進步 這個不是進步 我不覺得樣子的東西是進步的 進步是內涵修圍 樣子的東西是變 不是進步 不知道雨喬會否同意我的想法 我經常覺得 如果那個男人跟你在一起 是一個很穩穩很長的關係 她不會讓你去整容 是啊 當然了 我不認同 哪會捨得你捱一刀 說不認同 待會回來可以說一下 這個時候聽不聽 羅力威作給雨喬的新歌 《了不了》 我有兩個問題 是很想問雨喬 叫雨喬給一些意見的 就是 一 如果我真的覺得我女朋友不行 要弄一弄 我怎樣可以跟她說呢 換個女朋友吧 直接換吧 其實我們分手吧 我又覺得這個女朋友很好 但我總是覺得她的鼻有少許不行 或者她的臉有少許不行 那我怎樣跟她說呢 我始終都會改變你的看法 是嗎 怎麼說都是很傷心的 這件事 是很有趣的 即是自己為自己 即是你們覺得為自己 所以自己弄就沒問題 但如果對方叫你弄 那就變成很大問題了 因為 譬如你真的弄 就是平靜的 多數都是眼、鼻鼻 那些 那你認識我那時 打眼皮便打眼皮 認識我那時 扁鼻便扁鼻 對 那個配件本來就是這樣的 但我認為會進步的 你會越來越年輕 進步這件事不是是體內在的嗎 如果是長遠的關係 你老了後 這些東西都不會全部放進去 好 總之 這問題就有無限那麼多理由去反對 聽眾真的會打進來 是 1872881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女朋友覺得自己不得要去弄 我又不想她弄 我又可以說些什麼 那以你最真誠關心她的角度來說 我想女朋友會聽你講 即是跟她說你醜樣沒辦法了 天生 你這些就是去傷人的事 我很真誠講真話 應該是她漂亮不漂亮你都愛她 很假 我自己有個個案 就是我記得在兩年多三年之前 那時候那種透明質素剛剛興起 因為我寫這些東西就有人贊助 我也沒有問我當時的男朋友 即是你寫美容整容的專欄 他們有時候會想我去試一下 然後可以把鼻子弄高 然後我答應了沒什麼就弄一下 因為幾個月後都沒有 然後當我乘的士的時候 我當時的男朋友就打來了 他是第一次這麼惡陀說話 他是學廷 我真的認識到他是關心 他不是說你不可以弄鼻了 你弄我胸 因為他知道我的胸不用弄 Darroll 我不知這件事 他是第一手知道不用 然後我立即答應了別人 一個工作我都退 即場退 就給了別的照片 因為我真的認識到 而我知道事態是很嚴重 那他當時怎樣跟你說呢 他不需要有什麼理據 他說你不要弄 總之你不需要弄 我喜歡你就是這樣 你不要去弄 弄這件事他經常很擔心 將來生癌症會怎樣 你亂打進身體 他反而會關心這些 那我就聽了 我反而會為了對方不弄 我反而是 那之後發生什麼事呢 什麼發生什麼事 之後你又 為什麼我會去弄 因為難得真的分手了 我就可以終於去弄 因為我真的深信一個愛愛人 是不會讓我去弄 但是如果現在一直都在說弄這件事 但是其實一個人會弄 我覺得他有一種心態 就是我要不斷進步 即是我要想不斷自己漂亮 這個是一個心態 都會有 但是有很多女性就反而是結婚之後 就已經放屁 放屁 十個有九個都是 極速放屁 開始肥了 是一個心態變成這樣 很多 你身邊會不會都很結婚 有很多 我這些同學都差不多這些時候 都是結婚的 都是會結婚之後不打扮 但是他們很年輕已經就這樣放屁 我又覺得不是那麼好 就算我自己結婚 我想也會保持一點點 有限度打扮 有時候我真的怪不得那些人出去滾我 有時候會有這個同理心 你回到家後 你對著他 還有我在街上看到這些所謂的黃麵婆 我都會警惕自己 將來老了真的要繼續保持 不可以這樣 但是男生角度來說 我不知道女生會不會聞到這種味道 我看到那女朋友本身很漂亮 結婚之後她也很漂亮 她也有打扮 女朋友穿衣服很漂亮 但總是不知為何結婚或生了小朋友之後 她總是沒有了那種吸引力 你覺得不覺得呢 對你來說她不再有充滿 你便覺得沒有吸引力 是我的問題 雙游深深 因為她已經不再出來佔鬥格 對 藏起來了自己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結婚的人 你們都要鼓吹她繼續為自己 對 為自己而已 不要讓自己暴肥 肥肥的我覺得還可以 如果不是做藝人或做幕前 其實我覺得肥肥的是還可以的 我覺得不要讓自己暴肥 偶爾如果你老公的朋友要吃個飯 可能化一點點妝 吹個頭 突然間我想起最近一個娛樂的 我沒有看過內容 但我經常看到封面 我很欣賞梁家輝 因為最近有個娛樂的封面 擺明的記者就是踩她太太 有些對比照片 又說她現在胖又老又不漂亮 即是她太太 但是梁家輝的回應就是 不是 其實我看到我太太每一萬年很愛她 我很感激這個人 說我生了小朋友 就是這樣 是 沒辦法 因為做娛樂圈始終都一定 為工作要保持自己的樣子 但是 太太 我也看過那邊的報道 我也覺得是非常感人 所以我也值得讚 不過 是不是應該做一些手術 或者剛才Vinnie在咪後 都說一定要講的這個龍胸手術 是不是應該給一個驚喜 或者在什麼情況下會做到這件事 可能有聽眾有經驗的話 都可以打來一百七二八八一 有沒有給過一些驚喜對方 有什麼同學呢 即是我很想知道 不是 不出聲 突然間就變了 隆了空回來 有 最近又出了事 有什麼反應 剛才走之前 就跟雨喬講開 是不是應該是驚喜做這件事 即是驚喜 作為一個驚喜 因為有很多時候 男女關係或者丈夫和老婆 那個關係慢慢疏離的時候 就突然間發覺要找一些新衝擊 那龍胸就變成一個很大的新衝擊 而有很多男性都能夠接受到這件事 你不要代表全世界男人 你自己喜歡都可以自己 我真的可以代表很多男人一起講 真的可以接受到 即是你做什麼都好 譬如你做鼻子、做眼睛那些 可以變得變成樣子 那你可以不喜歡 但是空大好像沒有誰 大一點的話沒有誰不喜歡 但是空大未必是漂亮的龍胸 但是你有沒有觸碰過 沒有 究竟是怎樣的 即是假的那一隻 如果你觸碰到是很不開心的感覺 這樣就不知道了 不然阿諾基兒為什麼要拆開呢 據聞他拆都是因為黎明的要求 而且對女生的腰都不太好 他習慣了這麼重 那你忽然間二十幾三十歲的人重了 是會對腰骨不好的 但是你很有趣 因為你剛才跟我說過 你眼耳口鼻在臉上 你就不喜歡不接受 但是你唯獨可以接受是龍胸 對 又很奇怪 搞錯 反而最令我覺得驚奇的就是 當我問Winnie和雨喬 你身邊的朋友 喜歡整容 或者有這部人的人 都整容了 多不多是龍胸呢 但是反而最少是龍胸 我沒有了 真的沒有 朋友 整個樣子都收拾了 Jaclyn 阿諾斯文 我覺得沒有問題 不過Winnie覺得很大問題 沒有 他做沒有問題 我就不會有這樣的衝動去做 大手術來 有個很有趣的資料關於龍胸 其實那麼多人喜歡龍胸 都沒有理解 因為原來 六成一的龍胸女士 比以前活躍在性的方面 而且更容易達到她的高潮 而七成的女士龍胸之後 對於性事的滿足感 是大大提升的 所以Winnie 原來是自己開心了 所以Winnie你快點試一下 我們馬上聽電話 周先生的電話 周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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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像也有些要求 是的 我做人喜歡的要求 你的要求是什麼 女士化妝其實是好的 周先生關了收音機可以嗎 好 不好意思 好 可以嗎 所以化妝外出門對於你來說 是好事 是美得 是美得 當然 一個漂亮的女生 一定要化妝 對嗎 對 對 你起碼走出來 都會有自信 對嗎 你拖著她外出門 你會開心一點 會不會 會威風一點 你會不會不喜歡 看到她化妝呢 她不化妝 就不太好 有點遲疑 那慘了 你會導致女朋友 一天二十四小時 對著你化妝 當然 我要多個角色 你化妝外 是不是有很多角色 哦 那她不化妝 你算不算一個角色 哦 一時時 哎呀 這麼有趣 周先生 你是結婚了嗎 是的 哦 那你這些經驗 就是由自你太太 結婚幾年了 我結婚十幾年了 十幾年 你現在還要化妝外出門 有 當然要化妝 如果她不是跟你外出門 而化妝 怎樣 即是不能跟你外出門 但她化行妝 哦 化行妝 那也是好處 她覺得仍然不能成功 所以你太太 都是日日化妝 那些美妻 都屬於這麼的 那你見到她結婚了妝的樣子 雖然結婚了這麼多年 其實你真心有什麼感覺 下個妝我不是想想吵 哎呀 這麼煙的 我不是雙眼 當然啦 我不是這樣 因為你又看她化妝 你現在不看她化妝就好像感覺不同了 原來《金之玉葉》那部電影劉嘉玲 在張國榮旁邊趁她睡著了覺 立刻要補妝要性是真的有這樣的事 那我想問周先生太太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晚上睡覺都化妝呢 一時時都會的 她看見我不開心 這樣對皮膚不好啊 你不要這樣對你老婆 你為什麼要不開心啊 她不化妝是很正常的事 她出生都沒有化妝 不是她老婆 是正常人都會下妝師睡覺 這樣對她的皮膚健康好一點 她要哄我開心 一個打一個懸崖 你們又不能這樣說 可能很意外 可能周太太都真的很喜歡自己漂亮的樣子 不要緊這陣子都有一些新的化妝品推出 是聲稱可以化妝來睡 那我真的要多說 你們有沒有小朋友啊我想問一下 有啊有啊 兒子還是女兒啊 兒子來的 喔 有沒有化妝啊 為什麼不化妝啊 現在男生很多都化妝啊 是嗎 其實老婆有沒有投訴你呢 就是說 你經常都要我化到這樣 不會不會是開心的 就是她自己都很享受 最重要是 她很漂亮嘛 好像你們那麼漂亮 出家來 會不會開心些呢 那我想問一下 剛才我們就講開濃胸這個話題 那你會不會反對這件事呢 還是已經濃了 不反對不反對 濃胸都是一個東西 就是一個女士穿衣服是很好看的 不要說那些 那些 色情的問題 不要提那些 是那個人呢 是自信的比較好一點的 嗯 不要太大 大大就不要提 多大才叫大啊 對 剛剛的手一樣 好像我的手 就是手真是可憐啊 不可以用ABCDE來形容我的手 但是我又有事想問一下 因為剛才張先生 他講到不同的 周先生 對不同的角色的問題 既然你太太常常化妝 那我想問你們在夜間 你們的房事呢 那他會不會因為這樣 有不同的造型呢 也有的 唉唷 這麼甜蜜 你也很有樂趣啊 是啊 我可以有時候叫他化 例如那個明星 那個明星 他也是化的 哦 即是這些加價 哈哈 我們家法是這樣 我家裡的家法 哦 你有什麼地方對老婆 老婆有什麼地方你不滿意的 是啊 不滿又滿 他不化妝就不滿意 哎呀 那不如他整容吧 如果你覺得呢 即是如果他不用化妝了 以後他整美一點 要是 如果整容呢 整容到這樣 上一年都會掉下去 但是呢 我想澄清一件事 你要求他化妝 或者你這麼喜歡看他化妝 因為他化妝之後會遮到一些東西 還是純粹是不同的驚喜 不同的刺激給你呢 你真的說得對 他真的不同的驚喜 有不同的刺激 他不是因為黑眼圈 有印 不是最基本的問題 會不會不會 我也屬於提搶你這類事 應該是這樣做的 那男生就不會 那男生就不會 到處去找其他 嗯 剛才我們說的驚喜 如果你太太有一天 真的驚喜 給了你這個龍胸的驚喜 你真的會OK嗎 剛才你說的 你會很開心 是嗎 我只會疼他 但你不會擔心 他做了一個全身麻醉 對呀 很危險有風險 要開刀的手術 我現在呢 醫學都很聰明 都不會的 最近才有個女生 就是因為為了送一個生日的驚喜給男朋友 結果就是因為這樣 他要斷送自己的生命 斷送自己的生命 在手術台 因為他不會找醫生 嗯 最重要是要小心 對嗎 他找一個好的醫生 不會有這樣的事出現 嗯 周先生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老婆希望你弄一下他 你會不會是嗎 怎樣弄一下他呢 你去弄 他弄得多了 不如你去弄一下 我弄也無所謂 看哪裏 有哪裏你不行 有哪裏你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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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很長 手很短 你的男人一說就說 弄一下一隻耳 兜風耳那些 說完沒有人看到 沒有留意那些 然後呢 要求自己的老婆 弄眼有鼻 弄手掌那麼大 但同時我也明白 難道他當著全港的聽眾 說我弄自己的陽具嗎 不會 不會啦 不會認 不會認 一定 陽具也不會認 本身我都夠長 他就是不會認 好了好了 麻煩你三手先生電話 我們還有下個電話 這次聽一個女生 就是唐老鴨 唐老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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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唐老鴨 我知道你是唐老鴨 你是知不支持 為了另一半 要化妝那邊 那邊 我不支持 因為化妝 就不是自己 你有沒有拍拖 我是尼姑 哦 即是不拍拖 尼姑 即是不拍拖 還是不喜歡男人 還是 什麼都不會做 你是不是說真的 是不是 先說真的 是啊 那你有沒有拍拖 沒試過 你幾歲 你幾歲 坦白重歡 啊 數數都不公開得了 十幾 大概什麼 年齡層 十幾二十幾三十幾 或以上 跟你差不多 跟我差不多 沒拍拖 即是四十幾 差不多 那你覺得另一半 是不應該 看到你化妝的樣子 應該用一個最真面目 去私人 最好坦蕩蕩蕩 是 明白 那你其實 你是不拍拖 的原因是什麼 你是不喜歡 男人 你不喜歡任何關係 還是就是因為 其實你有沒有檢討過 因為這樣你沒有 因為我想 純潔一點 嗯嗯 好吧好吧 麻煩你唐納的電話 哈哈哈哈 很純潔 即是連名字都很可愛 我們還有另一個電話 Kathy 喂 你好 你好 你化不化妝的 我真的 也有時候會化 是否為了另一半化的 不是啊 我覺得呢 化妝和整容 都是為了自己開心 自己漂亮不漂亮 都是 我覺得是自己個人的事 不關其他人的事 是 有沒有拍拖 有 有啊 拍了多久 兩年半 那你會不會為他 你的男朋友 會不會要求你為他 整美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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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他說過我很醜 眼睛很小 蛤 蛤 那你就為了這樣 你會化大一點眼睛 我會 還有 痴身的皮膠紙 戴抗 那些 就是盡量 為了慘他開心 我想問他這樣跟你說 你有什麼感受 你有什麼感受 我家裡哭了一整晚 蛤 哇 他是你的朋友 他男朋友 不會 這樣聽就有點心酸 是 但是 你會不會因為這樣 覺得他都不夠愛你 而考慮分開過 都有的 嗯 那結果沒有是因為 沒有 因為 我知道他是真心很愛我的 之後 他知道我化妝都是為了他 所以之後都沒有再這樣跟我說過 因為 我跟他當面這樣說過 其實你知不知道 你這樣說我會不開心的 然後他之後都沒有再提過 不過我覺得換個角度看 你的男朋友都真的很愛你 他愛你 愛到夠誠實 去這樣跟你溝通 是 我換個角度看 我會這樣想 誠實也重要 還有 我經常覺得 這種方法 去跟對方說 其實是說 不如你 你早點來騙我 或者是 你樣樣都很好 然後 如果你的眼睛大一點 你真是大美人 那你夠了 應該會哄得很開心 那你現在兩個怎樣 你自己又會化妝 有沒有很開心 有啊 到最後都是看 如果他一天叫你龍胸 你會不會去 我不會 因為我本身已經很厲害 好厲害 好啊 聽眾都很有 好厲害 好厲害 每個都是 因為我本身也是挺胖的 OK 那好吧 Kathy 那就聊到這裡 謝謝 我們一會回來 當然會有電話 我們馬上接一個電話 姐姐 哈囉 姐姐 是呀 姐姐你好 你好 我問過男朋友幾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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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是龍胸的 她都說不需要 夠大 嗯 但是為什麼你會問嗎 你的聲音很隱悔 為什麼你會問 因為你好不滿意自己的身材 是呀 我覺得 好像大一點 好看一點 嗯 你介意不介意 你現在是 什麼 Cup Size 什麼 B Boy還是Cat Cat Cat 不用了 對 對 對 但是在香港的尺寸 和外國人的尺寸 是不同的 什麼 我們說Cup Size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外國的尺寸比香港的尺寸多 真的嗎 她有經驗 好 然後你男朋友就說不用了 是嗎 是呀 那之後呢 你會為了她 而去做一些整形的手術 是嗎 如果她說OK的話 例如剛才你說 有一個女生 她因為這樣 過了新的 嗯 我都會問她 然後她說 不要啦 死了怎麼辦 對 那你現在說到 基本上你就想做 你就想找別人支持你去做 我其實就算做 都是為了她的 她說不用 就不用 那就好 好 你會不會要求她去做 其實如果她移除了她的肚腩 其實很少 但是我又不會強迫她 肚腩不用做 我想問一下 你們拍了多久 去拖 一年零九個月 你們幾大 我二十幾至三十幾 啊 OK 那你覺得她 你男朋友是會 好像剛才那位先生 真的很喜歡看樣子 我覺得她很誇張 剛才那位 剛才那位是 她有她的情趣 但是你自己呢 你覺得你男朋友 會喜歡你 只是看樣子看胸 而不是你有多好 你有多有內涵 她就說 看我的笑容 她說 當初就覺得 笑得很開心 所以 她說她不太介意人 胸有點大 她這樣說 我不知道是否是假 你有沒有看過她那些 私人收藏 哈哈 可以知道她的取向是什麼 對 很奇怪 她的口味 全部都不同 哈哈 這樣就行了 如果是這樣 你不用為她做什麼 做回自己就最好了 沒錯 沒有錯 不過我有做零食 因為方便些 那些簡直是小事 其實你男朋友 有沒有要求過任何東西 她希望我不要穿得那麼短 褲子或者褐褲子 那她也挺保護你 也很好 是啊 即是在外觀上 就不能說 你今天化妝 遮一下你的印 即是不會有這些 沒有 真的沒有這些 那挺好 好 那也要恭喜一下 姐姐 好男朋友 好 我們 我們聽到的電話 就是姊妹花 是不是 名字這麼奇怪 姊妹花 喂 你好 喂喂喂 是你 你們是一個人 送我了 是啊 是啊 你多少歲 我啊 我十九 十九 有沒有男朋友 沒有啊 那你會不會為了任何人 去做任何的東西 還是為了自己啊 呃 我覺得啊 即是兩樣都會 呃 即是這樣的 呃 你自己做了之後 姊嬌 嘩 嘩 又是粉絲是不是 好繼續 好恐怖啊 嚇死我了你 繼續 其實我是阿B 啊 阿B 你好 姐妹花在說 嚇死我 呃 是這樣的 我覺得 整了 哎 真的整了的話 哎呀你別吵我 真的整了的話 呃 你自己又開心 就是跟你一齊的人 都是會 開心一點 因為 如果整天對著醜八怪 心情都很差 那你的底線是可以去到什麼呢 Vin 有些什麼是 整身整個都可以的 整身整個都可以的 但你十九歲而已 這麼快可以去到這個位 阿B姐很肯的 他應該可以接受到的 是 其實我十七歲 阿B就十七歲 真的很厲害 勇士行頭 但也要看著安全 如果你有一天發生的話 對 如果你這麼小 其實要做 就要看多些東西 做多些 research 還有最重要就是 不要花家人的錢去做 當然 就是自己賺到錢 才會去做 你最不滿意自己哪個部分 整身都不滿意 這麼厲害 沒有自信 不是啊 你的頭髮很漂亮 頭髮 糟了 你要找東西賺 你可不可以賺到這麼遠 我怕他 我一說他就說 那不漂亮 眼不漂亮 鼻子又不漂亮 但我相信你年紀更小 假如你去拍拖的時候 應該找一些 喜歡你的人 多於你的樣子 還有很多事情要慢慢摸索 我們多謝姊妹花的電話 多謝你 希望遲些他再摸索 多些時候 他就會發現自己真的喜歡什麼 還有我覺得 我覺得有些事情要公平 剛才我們說了很多女生的整容 其實男生 我也贊成 沒有所謂 我也覺得 如果你覺得自己是漂亮的話 你想要好一點 想進步的話 男生做得更好 你整晚都說進步 你要進步哪裏 你其實是不是想做 你要進步哪裏 如果可以打斷雙腳 換另一對 高一點就可以 換個頭 這樣 我經常都說 換個頭 做過不現早就OK 其實是很流行的 很多男讀者都有問我很多整容的問題 其實現在是很流行 差了他夠不夠薑去公開 男生多數會做什麼 喜歡都是龍鼻 或者割雙眼皮 沒錯 我們今晚真的謝謝雨喬 很開心 謝謝你 跟我們聊天 很美麗的一個嘉賓 明晚繼續會有大龍鳳 明晚見